人力銀行調查 今年有四成八的人 想要在年前轉換工作跑道 而轉換產業最受歡迎的前三名 分別是資訊科技業 工商服務金融業 以及傳產製造業 專家也表示今年科技業的年終 可能不比往年 不過因為內需緊急好轉 今年餐飲服務業的年終 值得期待 農業年前通常是雇主 忙著打員工績效考核的時機 一般認為這是企業人 採流動率最低的時候 不過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經理有四成八的人 想在年前轉職 據調查四成八的人 想要在年前轉職的原因 大多數是為了追求更好薪資 其次是因為工作壓力大 職業捐貸還有追求成就感 和年終不符期待 最受到轉職者青睞的產業 第一名是資訊科技業 再來是工商業服務 金融業還有傳產製造業 人力銀行表示 如果企業想要留財 基層員工得花五千六百九十元 主管級則得花八千五百三十七元 在科技產業的部分 雖然年終應該也還不錯 但是比起往年可能會讓科技產業的上班族 會比較有一點期待落空的感覺 那至於在餐飲服務業的部分 因為內需市場旺盛 所以今年餐飲服務業 他們年終是值得期待的 專家認為今年餐飲服務業 年終值得期待 就連轉職薪水 也渴望談到底薪四萬 內需景氣轉好 內需行服務業 薪資看漲 記者原始郭俊麟 等報導